其實看到紅燈乖乖停下來等待 沒想到卻被後方的機車標罵 雙賽機車邊罵邊紅燈右轉 當下入口闖紅燈照相設備 立刻啟動連拍了兩次 在黑夜中閃光燈格外亮眼 把違規的車牌都拍得一清二楚 事發在25號 其實看到後方的機車 疑似沒空間還硬要往前擠 於是就輕騎了車身 讓他通過 結果還被大罵髒話 之後騎士將畫面上傳到網路 也讓不少網友笑翻 真的閃了還直接閃兩次 還有人嘲諷原來是想替國庫增加收入 只是民眾違規紅燈右轉 根據法規除了被開罰600到1800元之外 還會被違規祭典 如果一年內累計12點 還會被吊扣駕照兩個月 一時強快闖紅燈傷了荷包事小 如果不小心發生意外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